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也蕴含着十二因缘 这整个一个环节 它这个内容都包含 就是说它可以很短的时间里面也有 很长的时间段里面也可以 小到一刹那心 大到整个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世 都能够什么呢 蕴含着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 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的因果现象 都不离十二因缘 从时间到空间 到宇宙的所有的万物 都离不开十二因缘 这就是佛教实际上就是一种 我们说对于宇宙的一种分析 用十二因缘这么一种理论 去进行什么呢 去总结 进行描述 给我们做一些分析 我们首先说 比如说这个一念心 一刹那心 若以贪心杀生 如果你这一念心 一刹那心是贪心 来杀生 比相应于 这个于就是无名 你这个贪心就是一种无名 是吧 杀了生实际上就是一种形 相应思 思就是实际上就已经在思考了 是吧 就是说开始这一念是非常微弱的 后面就在想 我要怎么杀 是吧 用什么东西杀 怎么去完成你自己起的这一念心 它会进行什么呢 谋划的 是会进行什么呢 具体的这些举措的 知道吗 开始这一念动起来之后 后面就在开始再盘算了 什么时候杀 在哪里杀 怎么杀 那 沙布斯怎么办 想什么办法把它弄死 是吧 能杀只鸡你还得来拉个刀了 是不是 能在想 讲究办法怎么杀了 是不是 秀才 杀戚都不敢 是吧 不知道怎么杀 都得会呀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行 与它这个无名相应的 所有的东西 在身体就有种种心理 心理的思考 这些思想的这些行为 后面相应心 相应心就是实 因为有这个杀业 最终你说这些话 就会有生死 这个心就是心王 它这个相对就比较成熟 比较厉害了 心识 岂有作业 必有名色 你会 岂有 就会做种种行为 最终就会产生种种名色 因为有这个杀业 你就会什么呢 有这个色身 有这个五蕴的这个色身 岂有作业 最后又决定 因为这一念的杀业 又会有六入 又会后面的处受爱取有 一直到生到死 就是因为这一念心 无名的成就 最终就决定了 这个十二因缘的 这个生死轮回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别看它现在 好像仅仅在一念心 好像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这它的这个力量 它一直会什么呢 延续下去 就在这一念心之中 就已经包含后面的 种种因缘 所以佛教授 我们要自己要什么呢 要保证自己的念头 不要让它散乱 不要让它放异 不要起种种贪嗔痴 种种烦恼心 看着好像很威胁 很短暂 但是它后面 一直就产生着 连续性的这种作用力 是一直非常强大的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嗔心 痴心 种种嫉妒心 种种潜贪心 都是一样的 你一产生这种心 它立即后面就会什么呢 产生种种行为 就会产生种种果报 因祸造业 因业什么呢 受苦 我们不是讲祸业苦三道吗 大家记得 就是因为有开着这个祸 有这个烦恼心 有这个无明心 有无明心 就会后面驱动 你就会造业 造完业之后 就会受种种苦 所以实际上 这个十二因缘 就不离什么了 祸业苦三道 当然后面还会讲到 还会讲到 问 下面是另外另起一段的 何不说病为之 就是我们说的 生和老死是属于两制 生和老死 是十二因缘里面 最后两制 他说你为什么 不把病加上去呢 是吧 来个病那就麻烦 十三因缘了 是吧 打一切时 一切处 尽有者 立之 如果是一切时 一切处 都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就立这一支 因缘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没必要立了 自有人 从生无病 你看 大家说的理由 很有简单 反正我就不立他 有些人生下来 就没有病了 到死了都不病 是吧 都不是病死的 当然这种情况 很罕见 你看 如波巨罗 这样好 举出个大阿罗汉 就以前造了福报 不杀业嘛 是吧 所以生来不识头痛 何况愚病 事故不立 所以就没必要单独立 就把你这个题给否了 没必要 是吧 还弄这么多知干嘛 还另外又又来了 你看 想明白吗 问 忧悲是知否 答非也 以忠贤实 如老死 必忧悲 这什么意思呢 有老死就够了 还来个什么忧悲呢 是吧 当然我们有时候 在放声的时候 有时候老死忧悲苦恼 有老死 就必然有什么 忧悲种种苦恼心 知道吗 老了 死了 哎呀 心里很难受啊 什么忧愁啊 悲苦啊 就会起种种烦恼 它是连带的 这个什么老死而来的 那么老死什么呢 是死 那么忧悲什么呢 是终 有老死之因 必然有忧悲之什么 之果 它就会产生这种情绪 它是依附它而有的 没必要另外再另立一个之了 下面问 无明有因否 老死有果否 无明你说有没有因呢 再往前推 十二只就够了 你再往前推干啥 是不是 老死还有果吗 老死就是最后的果了 你再往后再延续干啥 要延续也是过去和未来了 你精神来说 这个十二因缘 十二种法就够了 是吧 下面有问 若有因是知 若无 则舵无因果法 你看 这肯定是外道 故意来刁难我们佛教的 是吧 如果有的话 那它前面这个因 应该也是另外一只啊 如果后面老死还继续有果 它应该有十四只了 是吧 无明有因 那是第十三只啊 干嘛不说十三因缘 十四因缘 好 那就是说 你这个十二因缘就要改名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好 你又出现什么问题呢 则舵 无因无果法 前面没有因 后面没有果 什么 没有因没有果 你这个无明怎么来啊 老死就是结束了 后面还有果没有啊 也就没有结果了 实际上就是有点 就是说一种断剑 但是又是一种 离无因果之剑 否定的因果 答 有而非之 我们回答也非常巧妙 有 是吧 有 但呢它又不是之 有 就破它的若无 我们是有因有果的 无明之前还有因 老死后面还有果 但是呢 你说是知 我不同意 虽然是有 但不是知 无明有因 为不正思维 老死有果 为优悲 又把后面这个优悲给 前面这个优悲给弄过来了 是不是 实际上说就是没必要去讲得这么细的 大概就是我们说用无明来概括就可以了 再往前去推的话 没什么太多必要 不正思维 是吧 所以我们八正道里面不是一个正思维吗 所以正思维很重要啊 正思维就是破什么不正思维 破邪思维 这个不正思维的话 有时候还不一定就是邪思维 邪思维那就是真正的就是非常不好 这个 那么你这个正思维从哪里来了 正见嘛 八正道第一个什么 正见 所以我们说学佛 最终我们研究来研究去 是吧 很重要 没有正见 没有正知正见 你怎么学 你知见都不正 你哪能可能有正思维 你没有正思维 你怎么破无明啊 你想都想不明白 就这个意思 你只要一起心动念 一思考 就是错误了 是吧 所以我们修行 大家就知道吗 不学习佛法 不听懂佛法 不思维 不思考 是绝对不行的 由这个思维 影响后面的行动 什么正语啊 正业啊 正命啊 这不都是具体的 这种种形业吗 语言 你怎么说话都不会说 什么正业 你该做什么业搞不清楚 正命 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你也搞不清楚 这个行为 都错乱了 后面还什么正经经 什么正念正定 更没有了 你还正经经 你是邪经经了 知道吗 你做的都是错乱的事 而且还在积极做 就像你说 追求这些 不应该追求的一些 不好的目标 是吧 财色名实税 你比谁都追求的 更努力 我要发财 我要当官 我要成就 种种事业 是吧 这也是种经经 人家也是经经 但是邪经经 这不叫正经经 他也是正语 他不是正语 他是正业吗 也不是正命 就他这种生活状态 他的一种行为的一种状态 都按照佛教来说 都是属于一种不正的状态 那不正的状态 就有前面什么 正思维再往前顺 不去被正见引起的 没有正确的见解 他想的这些道理的话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 是吧 不正的一些道理 他天天在琢磨这些东西 他往上 我们现在三观不正 是吧 什么人生观 什么价值观 还有个什么的光 世界观是吧 反正都不正 你不正 天天你都在这里 没光 一光 越错 越观越错 一观就错了 是吧 本来让你去利益众生的 是吧 为人民服务的 你是为自己服务 然后怎么为自己服务呢 具体就有指导的 有这个指导思想 然后你就想犯设法 最终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怎么为自己服务啊 要找到这些门路啊 找到这些方法途径啊 找到方法途径之后 开始就实行去做了 就行为开始了 你这行为产生 延续性 习惯性 那这个生命的状态就错了 那还叫正命吗 是吧 然后还突飞猛 就往前走 是吧 邪尖镜 是吧 邪尖镜 当然你说 邪定的还都不容易 你得不到邪定 这外道才有邪定的 你定都没有 邪定的根本不够格 是吧 当然后面 怎么邪念也没有 念是相当于一种智慧了 正念实际上是一种智慧 不仅仅是我们说一个念头 这么简单的 好 再往下 老死有果 为忧悲 又无名有应 为老死 你看 继续往前推嘛 前世还有十二因缘 无名是现在的 十二因缘的开始 但是过去的十二因缘的 结束是什么 是老死 老死又果 现在世的老死 是十二因缘 最后一支 往下面又有 未来的十二因缘 未来十二因缘的 开始是什么 又是无名 这叫未无名 是吧 现在爱曲是过去无名 现在明色六入臭兽 此事若在未来 名什么了 老死 什么意思 现在的爱曲 跟过去无名 就把无名跟爱曲 分成两个阶段 不是三世因果吗 三世十二因缘吗 那么第一个无名 是属于过去式的 现在式的跟无名 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爱和曲 爱和曲 现在的明色六入 处和寿 这五支呢 这四支 如果跟未来的 这个老死 又能相对应 因为明色六入处寿 这四支是现在式的 就相对现在式的老死 跟未来式的 这个老死 又是相对应 如说受缘 但之说老死 缘无名也 受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爱 受爱 是吧 受有爱 就是说老死 又缘无名 老死再往后推 又是缘什么呢 缘无名 一个接一个 那么还有个有 是吗 大家说爱取有啊 有跟什么是对应的呢 跟那个行是对应的 无名行嘛 那是过去式的行 这个有呢 爱取有 这个有 是现在式的这个有 都是在造业 好 犹如车伦 更互相应也 你为我作应 我为你作应 相互之间 为应为果 是吧 大概 有这么一个 什么呢 次序 但实际上这个次序 又不是绝对的 又不是孤立的 你好像是单独 是为他作过 但是呢 你又为后面 这个作应 为后面作应 实际上又为前面 这个作应的 因为他们都是轮转的 一个圆圈 总是让不出 这个圈子之外 虽然有时候 可能不一定说 直接的对应关系 但都是有连带关系 因为有生不就有老死 因为有老死不就有无名 反正一环一环 最多你就是 相互之间递进 隔了十一层而已 十一层关系 实际上隔不到十一层 因为反过来说 这个第十一层 这个关系跟你说 又是最近的 但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总共有十二个 是吧 你从这个顺数 它是隔了十一个 你一过来说呢 它紧挨着你 明白这个意思吧 反正最终 谁也离不开谁 就这么回事 好 欲戒胎生者 这里又从欲戒 什么色戒 无色戒 来说这个十二姻缘 大家看看 欲戒 大家胎生者呢 具有十二之 具有这个十二姻缘 具足 色戒者 只有十一姻缘 没有明色 这是一种说法 就只有十一之了 只有十一姻缘 没有十二姻缘了 无色戒呢 只有十姻缘 它没有的姻缘是什么 是没有明色和六路 这是一种说法 实际上这种说法 还不太 不是特别那个 特别的这个严格 诱言俱有 有些地方说 不管是色戒也好 无色戒也好 它也都有十二姻缘 不仅仅是十一或者十只 因为什么呢 色戒出生的时候 诸更为猛利时 是明 明色 就是色戒刚刚 生出生的时候呢 其他的这六路 就是诸更 还没有很猛利的时候 那种状态就叫做明色 看到它有个 开始的一个阶段 这个六根的作用啊 其他的作用啊 还不是特别的什么呢 健全 这个时候这种状态 就叫做明色 无色戒 虽无色 而有明 无色戒 是不是没有色法吗 但是它有心法 明和色 明是什么 明是心法 色是色法 明色是心法 和色法的一个结合体 就像我们这个生命体 是吧 又有色法 又有心法的 如果只有色法 没有心法 那你就不叫活人了 是吧 那你这个什么 我们佛教叫的 那个神识 你这个心已经走了 到其他地方去了 已经投胎了 或者正在投胎的路上 就什么回事 当然色戒 无色戒很有意思 叫无色嘛 既然叫无色 就没有色法 但是它还有明 但是按无色戒 是真正没有色吗 估计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在三界里面 无色戒是没有色的 但是在佛看来呢 在圣人看来 是不是有色呢 是啊 你从哪里知道的 这么快 这么肯定 是吧 这里面很难讲 知道吗 说不清楚 应该说 如果是真正 从圣人来看来的话 可能还不是 绝对的一种 无色的状态 因为即便是圣人 佛和菩萨 也不是说 没有色的 这个色与无色 并不是说 你自己需要 或者不需要 是吧 是你真正 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它有也可以 它没有也可以 你想没有 那是因为 你有点偏 知道吗 你不想要这个 就像阿罗汉 他都不小心 要这个身体了 他不想 不想要这个身体 他连这个心都不要 就最好 是吧 心智也不要了 这个色生也不要了 灰生灭智嘛 智就是指心智方面 知道吗 就在涅槃 只要都不要 起心怒念 什么都不要有 就是这样子的 但你说 它真正没有吗 它这个心智 实际上还是有 只是它那个 层级的 就是生死的 这个生灭心 已经没有了 界内的生灭心 没有了 但是界外的 实际上还在有 我告诉你 所以它也不是 绝对而言 当然它这个色生 确实是 这个受叶报的 这个身体 确实是没有了 界内的 分断生死 这个身体 确实是没有了 所以这些东西 就看你在哪个层面上 去讲 如果真正到了佛这里 没必要去追求 什么有色或者无色 难道无色 就是真正的高吗 一切法 平等 一切法 多 是吧 不要以为说 色跟无色比起来 无色显得境界更高 你看 我都找不到我的身体了 是吧 我都找不到 我的心在哪里了 是吧 你如果还去找 或者找得到 找不到 你还有这个概念 说明你还没有远离 明白吗 你还有挂爱 真正在佛的境界 根本不谈什么 有色也不谈无色 这都叫做什么 戏论 八不正中道 不生亦不灭 不断亦不长 不亦不亦不来亦不出 是吧 你还谈这些东西干嘛 谈这些相待的二法干嘛 你太二 我们说太二 就大家都说二 老是属于分别状态之中 傻 是吧 自己以为聪明 但是相对来说 是有些聪明 有些笨的 是吧 但你这个聪明来说 算什么呢 真正跟出世的智慧来说 你显得太太笨了 有时候聪明还反备什么呢 聪明物 所以说佛教为什么 不需要去追求这些 实质变聪啊 追求越多 反对自己来说 出世解脱是一种 更大的障碍 知道吗 你还不如简单一点好 前面这个石头比较小 容易搬走 你前面修了很多 实质变聪 太聪明了 把这个石头 以后要搬走的话 费更大力 它叫什么 锁之障 就是自视甚高 认为自己绝里聪明的人 认证很自负 执着心会特别强 我慢心会特别高 就是我慢心 这么强的人 你说也需要 多大的强大的智慧 才把它破除 像我们本身 也没什么本事的人 是吧 关脚不怕穿鞋的 没关系 因为我们自己 都没这么大 我们自己确实不行嘛 所以你反而要破除这个 还相对容易一点 前面以为存了很多宝贝 最后发现 这些宝贝都是垃圾 而且比一般的垃圾 还更难除灭 麻烦了 是吧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所以就是说 不要贪图世间的这些 财色明实碎 权力也好 世间的事质编冲也好 这些东西都不要去修 修了越多 就给自己什么了 存了更多垃圾 以后这些都得清空的 你要修 就直接从出世 从解脱去修 干干净净的 少一点麻烦 少一些阻碍 我这个人聪明 我反正有时间 我这个心力特别强 同时都能学好多东西 关学点佛法 看来不行 你要跟世间人 你要震慑住 我佛法要懂 世间法他懂得我也懂 都得通 那我不是更厉害了吗 是吧 当然如果你是大菩萨 可以 但是你本身 又没有菩萨的这种心智 这种根气 你又想当这个菩萨 最终呢 不但菩萨没有当成 是吧 阿罗汉都当不了 不但度别人度不了 自度 也没戏了 就这样子的 那就不就惨了吗 是吧 不能玩那些小聪明 所以你看以前 这些祖师高层大德 都是非常老实的 踏踏实实 不搞什么特别 这么卷荣 目的 不搞什么 像现在什么包装 营销 什么弄 造星 弄得简直 好像真正 跟佛太差不多了 什么都会 什么学贯中西 什么什么 反正三教九流 反正什么东西 都懂 无他不通的 反正就是这样子 没有他不懂的 怎么渴 怎么渴 毒痛的话 你在这干嘛 你以为你正在 度众生的 好 单至西聚十二支 所以从根本上来讲的话 不管是 玉戒也好 四戒也好 五色戒也好 都具备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是普遍 存在于三戒之中的 没有任何一戒的众生 能够什么了 能够离开这个十二因缘法 下面再问了 无明行 与取 有何意 达 过限 新故 已于果 未于果 等意 就是无明 就是无明跟后面 这个取和有 有什么 差别没有啊 说一个是过去的 一个是现在的 一个是新的 一个是故的 故的就是旧的吧 是吧 一个是已于果 一个是未于果 实际上很简单 那么无明是 与形是什么 是过去 取和有是什么呢 是现在 无明形是属于故 取和有是属于心 无明与形是什么 已于果 取和有是未于果 无明形 就是现在果已经 现成已经有了 叫已于果 取和有呢 它的果还得能未来 叫做未于果 就种种 就这样的差别 哎呀 好了 时间也快差不多了 中间也休息 这么长时间 是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反正这个 我告诉你 大家还得好好地回去 不断地复习 温习 你要把它全部弄清楚 弄通的话 对我们以后 大家来说实话 这东西基本上 十二因缘 非常非常有作用的 知道吧 把十二因缘 弄清楚了 是吧 真理佛法 基本的这个原理 这个次第 脉络的东西 都从这些方面 可以建立 好像是讲到什么 在我们三界 众生的这种因果法 但是从这个因果 你反向去推 去推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初世间法 明白吗 世间法 就是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之中 什么也不离 世间法 是吧 所以我们说的什么 佛法 不离世间法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诀 也都是讲这些东西 好 因为为什么 还留点时间 这里还有问题 这好 有两个问题 给大家回答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顶礼师父 慈悲吉祥阿弥陀佛 第十五讲 原意原文云 这是上节课讲的吧 这里面一念的话 大家也不太容易听清楚 又本大教若兴 观兴之妙不得起 经入光 原济 言语道断 本教既绝 绝 由于光 将此绝名 名于光庙 这是所谓的观兴之妙 唯贤此意 故以绝为妙 福请师父慈悲 在家解释一下 入光原济 言语道断 本教既绝 的意思 其中入光原济的原 是这什么 入光 进入这个光 观兴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缘 因缘的原 既是寂灭的灭 寂灭的祭 入光原济 那么言语道断 这不用说了 这言语之道就断了 没必要再通过这种 言语去表达了 本教既绝 就是前面讲的这些 教里的东西 就自然不用再去说了 言语道都没必要了吗 一个教是通过什么了 言教 通过语言 通过文字 是吧 你已经进入观兴的 这个妙法的话 还需要这些语言 再去多余地去说吗 已经超越了 语言的这么一个层次 一个标准了 直接悟到自己 真正的佛心 所以说 入观原济 本教节原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的话 没有入观之前 先的什么呢 学教 学教的话 又赞同别原 四种教 还是劝误大家 什么呢 要多学原教 学了原教之后 才知道 从这个言语道上 去知道什么 什么是妙法 你不学原教 你怎么知道是妙法 当然有些 赞教也有妙法 通教 别教也有妙法 但那个妙法 还不究竟啊 知道吗 你学了原教之后 才知道佛法 最高的这个妙的道理 在哪个地方 是怎么讲的 是怎么去理解的 好 从这个教 屋到妙之后 这个教室 帮助我们呢 要起行啊 你得入观啊 知道吗 要有观行的实践 而观到一定的时候 最终这个原济 什么叫做原啊 能源所源 能源的是什么呢 观察的一种智慧 你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智慧 通过怎么样的一种心智 去观察种种境界 所源的是外在的这些教法 或者是外在的这些境界 一切的境界 有能源 有所源 这个源跟观之间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有能观 有所观 你能观就是前面所学的 种种教 它是帮助你来什么呢 构建你能观的一个体系 我怎么去观 我现在学习 我才知道怎么去用啊 我才有所用 才会用 如果自己都没有本事 都没有种种 这个通过学教 增长的种种智慧 种种理解 你这个理解都没有 你怎么观呢 打个比方 你拿个什么 比如说这个望远镜 没有 你硬要用眼睛去观 肉眼再怎么观 就算天气再好 能够看个十几公里 几十公里 那就不得了了 是吧 你先自己沾着模式 多学习教啊 拿个望远镜 是吧 拿个天文望远镜更好 是吧 整天上好的时候 无数亿观念 多少观念都能看得清楚了 现在我们中国不有个天野吗 是吧 天野 是在贵州哪个地方 弄个天野吗 是吧 大个东西 那就看得更远 看得更清楚 所以说先把自己的刀啊 先磨好 知道吗 在砍柴的时候 先把刀要磨得要锋利 刀越锋利 砍的柴就越多 砍的柴也就越大 越好 你刀不磨锋利 教育不学 你就稀里糊涂 就学吧 那蛮球瞎练 没有 无果而终 是吧 当然也不能说无果而终 有果 这个果子不太好 一不小心就堕落了 修到什么邪魔外道 就可能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能源的这个观制很重要 那么所言的境界 倒不是这么重要了 你有这个能源的观制的话 即使这个境界 它有所变化的话 你通过你的观制 也能够什么呢 让它慢慢地 归入正道 这境界的话 当然不是说没有差别 有差别 打个比方我们说 现在你学佛 你尽量什么 要给自己多继续一些好的姻缘 该念佛念佛 该读经读经 你不要天天在外面瞎闲逛 游山玩水 看电视 看电视剧 打破课 棋牌室 待一整天不出来 你所缘的是什么境界 你看 乌七八糟的境界 真正好的境界 同学上有佛法 你不去缘 好的境界不去缘 然后你说 没事 我这个人智慧特别高 我即使在这些 无颜战气的环境之中 我还能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 沉浸 可能吗 是吧 你以为你已经修成了 修成了就没事 一切处皆是道场 这是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道场就是道场 是吧 不是道场的 就永远不是道场 所以大家从两个方面 都好好去做 怎么去入观 做好准备 能观的 对于这种理解 这种智慧 你先要慢慢养成 要积累 你理解得越深入 理解得越透彻 理解得智慧越高 以后你观察就越 越发真切 越发正确 不会出现什么错误 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 即使你有一定观察能力 你得得小心翼翼 寻找好的什么的境界 去观察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修界 就是修这些东西 不要去杀生 杀生不好 是吧 不要去偷盗 甚至偷盗的心都不要去想 因为想的都是一种境界 知道吗 这种境界的话 都会给你带来什么 不好的一些后果 不应该去的 不应该交往的 少交往 这坏人 多交善友 多亲近善知识 多听闻正法 多亲近三宝 这才对你有利 最后慢慢 你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 所谓的境界 即使是什么呢 是不好的境界 在你如果是有能力强的时候 也能转化过来 那就是你的成就了 当然到了最后 修圆满了 能源所圆 能观所观的 智慧也好 境界也好 都已经什么 寂灭 不存在了 就已经达到最终 已经完全什么了 证悟的阶段了 证果的阶段了 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什么 起码是什么 破无名祸 要说究竟圆满了 就是成佛了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 言语道道 本教即绝 那还需要这些 言语道干嘛 你还天天在想 刚才这个事情 我又犯糊涂了 还是自己 这个学教学得不熟 思考得不够 运用得不够熟练 刚才怎么又把佛 给我的教导给忘了呢 是吧 偏偏佛叫我不去做 我怎么又跑去了呢 为什么就管不住这个心呢 这就说明 你还停留在这个言语道 还停留在这个思维阶段 是吧 你什么时候都已经修成了 这些东西还有想吗 自然而然 它就自然就运用了 现成就有 你不要就 哎呀 这个事情不好吧 这个事情很棘手 这个情况很复杂 我得好好想想 是吧 把它考虑清楚了 不要上当 不要受骗 你看一看不清楚 想一想不清楚 所以 绝由于光 这个绝是由于我们入光 最终才形成这个绝 绝什么呢 绝这个能光和所光 这个 最终达到这个绝光的状态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妙了 叫妙就叫不可思议 大概是这样子 大家好好去修吧 就像我们念佛 打个比方和念佛 就很容易跟人家解释 开始都是有念 是吧 要由想而念 想念佛 偏偏这个想啊 老跑 自己这个念佛 这个念力不够强 有时候想 我要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了一下 忘了 就是说 自己想念佛 这个念力 已经不存在了 没这个念力的时候 念佛就断了 要么就是一种无知状态 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晕晕乎乎的 要么老子就想其他事情去了 是吧 就是念佛力不强 但是念其他的法 念九法界 或者念六法界的力量特别强 是吧 你这个能念和所念 能念的是我们的心 所念的是佛号 是吧 那越念越念 念力越来越强 叫做什么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能到达一心不乱就不错了 能够一心只念佛 在念佛的时候就一心 就能念的心 永远都能够持续不断 所念的佛 这个佛号在我嘴里也好 在我心里也好 也一直留 一直持续下去 永远不断绝 这叫做一心不乱 没有其他的乱念嘛 没有杂念了嘛 只有念佛的这一种心 一念心 没有其他的幻想心 是吧 只有一心念佛 这叫一心 没有其他的万念心 这叫做不乱 能达到这个就不错了 但是一心不乱 说句话 还有诗一心 还有礼一心啊 我们一般来说 都是诗一心 礼一心现在达不到 礼一心这处于什么 叫做摸索阶段 理论阶段 先把诗一心 能够持就 成就 有能念之佛 有所念之佛 有能念之心 能念跟所念 能够什么呢 配合得非常好 非常默契 能够永远都什么 紧紧地挂在一起 不要断 不要关有能念 没有所念了 或者只有所念 没有能念 都不行 到最后 到礼一心的话 就是把这个 我们对佛法的真如实相 我们说到诸法 缘起星空 把这个星空 把这个般若 这个思想理解 再融入到这个 诗一心之中去 他就成了 礼一心了 就成了礼念佛了 然后我们知道 一切万法空气 虽然念 但是实际上这个念 能念之心 本来也空气 所念之佛 也是自行空气的 就是你不执着于 念佛的当下 这个名字 这个假名呢 或者这么一种状态了 但是自然而然 还是在念佛 不去想 能念之心 既亡 所念之佛 一绝 这就是达到 礼一心不乱 达到礼一心不乱 这才是开始 真正乎的心 念佛三昧呢 念佛三昧还属于镇定 知道吗 还属于禅定的阶段 还得继续往下修 还得修 最终有智慧产生 才能什么呢 断货 才能了生死 当然能够到念佛三昧 那就很了不得了 念佛三昧就已经俘获了 知道吗 起码你现在这些烦恼 现在这些业力 不会产生的 过去的业力 已经过去造了 没办法 现在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再不要胡乱作业了 不会 但我们现在 大家谁能答应 念佛都念不好 你还说不乱做其他事情 不念佛 肯定就是再做其他事情 想其他事情 所以这个三昧就是镇定 就一直都是在这么一种 禅定的状态之中 好了 讲到这里吧 下面一个问题 阿弥陀佛师父好 法华经悬印第十五 讲原文 云 诸佛不来 众生不晚 慈善更立 见如此事 故名感应庙 这上面简单 讲到这个感应庙 这一段 诸佛也不用来 众生呢 也不用往 也不用去 但是因为大家的 这种慈善更立 由于众生 有这种慈善的更立 这个更 它有善更啊 就能自然而然感应到佛 什么呢 见到佛 好像就见到佛来 实际上佛没有来 众生呢 也不要去净土 去见佛 叩请师父 根据感应庙 跟我们这些中老年居士 再加红眼解释一下 看来我们真不仅仅 中老年 还有青 青年也有 发菩提心 求生净土 行念佛三昧 成佛愿力 机感相应 生弥陀净土的微妙毅礼 这好 这微妙毅礼 这太难了 发菩提心 求生净土 行念佛三昧 现在咱们不要说 行念佛三昧了 咱们达不到 行念佛三昧 就是信愿持民就不错了 信就包括 实际上发菩提心 信愿持民 我们说发菩提心 是吧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什么 深信愿 什么了 实佛名号 这十六个字 什么就是说 念佛法目一大甘宗 是吧 就具备这一个 你就具备上面 上面所说的什么 慈善根力 有这些慈善根力的话 有这种力量的话 自然而然就什么 感到佛来相应 所以说成佛的愿力 佛也发了四十八愿 只要大家 一佛念佛 现前当当什么 必定见佛 当然如果能够 现前见佛 大家更高兴 不要等到当来 是吧 佛先跟我吃个定性王 是吧 你先来视线一下 表明我现在已经 修得没问题 及格了 完成进度没问题了 是吧 你亲自 现在先跟我证明一下 我把这事情敲定了 弄弄我心里 老是醉醉不安的 是吧 积感相应 众生有这个根基 佛才会有这个感 积是对众生而说的 你有积才会有感 就像有这个水 才会有月 这个水还必须要是 清净的水 清澈的水 平静的水 才能月亮 才能映现在里面去 这就是众生之机 是吧 佛的感实际上 是无处不在的 无时 他无时不刻都在准备的 他都不用准备 自然而然 任运 佛的神通 自然而然 叫无作神通 不要去想 不要去做 他自然就一直在的 所以叫如来如来 你看如来 早已经在这里了 如永远都不会变的 我说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既然是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说明说 他都不要来和去了 说明已经在这里了 如来的法性生 如来的感应 是 尽虚空变法界 无时不刻 无处不在的 只需要你这个基 配合就可以了 你什么这个根基 善根 已经达到了 水清 则越陷 水不清 则越什么呢 越隐 实际上越也没有隐 只是越不陷而已 明白吗 就像我们说的 乌云后面的月亮 月亮一直在的 你看不见 为什么看不见 乌云 这个乌云 谁造的不是佛 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是吧 这就是神弥陀净土 所以大家也是在 修这个念佛法吗 很容易 是吧 发菩提心 以身心愿 神佛名号 就够了 有这个善根 有这个根力 自然而然能够感到什么 生佛净土 而且是 按道理应该是 善品善生 发菩提心呢 你想想 发菩提心是属于 善等的福报 善等的资粮 知道吗 所以大家能说 当然生而不生 不生而生 是个生与生 生与不生 不用稀说了 生表面现象 确实有生 你这个人就喜欢 大家都是演习惯了嘛 不演下戏的话 你心里不踏实 是吧 你还会着相 所以确实 你到了临终的时候 佛会来亲自来接引 这个相是有 但是相本来不是什么呢 不是真实的一种存在 这种相本身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元启法 还是信空的 真正的 真实的是什么 是不来亦不忘 生而生则决定生 去则和食不去 生则决定生 是从因果事相 确实有这么一个现象存在 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事实的存在 我们所认为的事实 实际上从绝对的事实来什么 去则是不去 有去吗 有来吗 没有 真实法中 不存在来去 因为我们本身的自信 实际上跟佛性 也是一样的 也是尽虚空 变法界 但是我们见不到 见不到 所以我们被眼前就蒙蔽了 就看到 我们确实来了 佛确实来了 我们确实也跟着佛就走了 去了 到十万余佛头之外去了 是吧 我们看见的只有这些 看不见的佛性 没办法理解 我们现在只能说 佛跟我们讲 实际上是不去的 你明白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有些人说 念佛法门 好像现在怎么怎么 还得 还得晚生 干嘛要晚生 是不是 说晚生 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 没有生的人来说 没有达到不来不去的人来说 晚生太重要了 但是晚生的本质 实际上是什么 也是不来亦不去 所以我们真正理解到 这种程度的话 那你不上品上身 都不太应该 那常作上 我们就不需要修 不要来不来去 本来就是不生不死的 干嘛还去求生进土 凸出都是进土 那都是说大话 有几个人能修成 该去还是先去 因为去了之后 你一时半会 也悟不到这个不来不去 只要知道 现在佛跟我们讲了 你真正明白了一天 花开见佛 悟无生人 无生人吗 无生法人吗 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 有众生也有法 什么时候能当到无 有即是无 有即是空 这就是无生法人 好了 所以说你看 大家学这个法华经 还是很好的 一下把大家的境界 全部提升了 虽然学法华经 最终实际上 也是为了修进土 是吧 知者大师也念佛 是吧 历代的这些天才宗的 祖师都是念佛 都是求生进土 到我们今天 更不用说了 人家对佛法理解的 这么圆容透彻 达到中国佛教的 或者说思想的最高峰 也不离念佛 你还做什么 其他的事情 没必要 是不是 当然这里不是说 其他宗派不重要 也有重要 各自的因缘 到了现在这个因缘 念佛是 末法众生 得度的第一因缘 也是最大的一个因缘 最普遍的一个因缘 我不能说是唯一因缘 不能说 说的绝对的 唯一因缘的话 其他的好像都说不成了 能有 极少极少 我们是太多太多 不一样吗 不成比例吗 这里还递了个小条子 小条子上来 这好像这个小条子 灵性和神识 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有区别也行 你说没区别也行 不同的宗教 或者不同的一种理解 实际上代表就是描述 我们生命可能它需要什么东西 它一个生命体的一个主体 是怎么去延续的 实际上佛教说神识 难道这个神识 真正的就有吗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跟佛教讲这个 什么阿赖耶实验的 讲这个是什么八大星王样的 是吧 真实存在吗 它是存在 但并不是绝对真实存在 现在就跟大家这么讲一句话 就知道了 知道吧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命 你人有没有呢 你现在这个生命 我不说永恒 就说现在 确实是有 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但它是绝对的存在吗 真实的存在吗 永恒的存在吗 不是 那么好 讲这些阿赖耶实也好 什么灵性也好 神识也好 很多其他的 阿赖耶实就已经非常 非常严密的一个体系了 也都是什么呢 暂时的一种安利 这种安利当然也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给大家说 确实存在 但它不是绝对真实的存在 明白吗 我们的心识 也是幻现的 也不是真实的 但它确实是有一些音缘 可能这些音谷啊 缘起啊 这个慢慢它一个一个 它相互之间有这些对应关系 但是这些东西呢 它并不是真实的 它是无自信的 但即使它无自信也好 它确实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的 对于世间法 对于初世间法的 种种疑惑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来用 而且这个东西在 佛法里面 在世间法里面 它是初世间法里面 已经讲得非常非常 接近于最终的这个 真实的状态了 所以干嘛不用呢 是吧 当然这个神实的话 也是简单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到围蛇后面的话 就发展到叫星石 八大星王 还有星所法 就是把世间该研究透的 来龙去脉 因果关系 相互之间的一种位置 相互之间的一种作用 包括最终它产生的一些结果 都说得非常详细 是吧 用这些东西 确实能针对 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体 不仅就是人的生命体 所有的 甚至是九法界的众生 都能用这些东西 去进行说明 但是到了佛法界这里 不灵了 明白什么意思吗 它能适用于九法界 或者说六法界的众生 但不适应于什么 佛法界的究竟的觉知 明白吗 就是它达到的这个高度 它生命的范围 只能到此为止 再往上 不灵了 但是我们最重要追求的是 要救这成佛 但是它非常好 它都已经达到 快要接近成佛的状态了 你还有什么东西 比它更好的 更实用的呢 是吧 我们其他的东西的话 都是在下面 下下面 你也去研究 你去学吧 学了之后 你说下流啊 人家是上流 甚至是上上流 是吧 达到佛教的话 达到佛的经济 教就没有流了 都不用用流来概括 知道吗 已经超出了这些范围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就是我们所有学到的佛法 所有的这些明相概念 在世间和初世间里面 虽然是有差别 是有高低 是有优劣 有偏远 有大小 有全实 但实际上到了佛法界这些 这些东西 到了佛法界里面 一概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站在现在以佛的语言来表达一句什么 这些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但是呢 这里面也要分别 有些东西确实对我们现在 非常非常的什么了 有帮助 有些东西没有帮助的 你就不要去接触了 不要去碰了 这些事情大家就清楚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你应该学什么东西 你人生应该跟你自己立个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你应该怎么去走 走的过程之中 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 一些资粮 你即使作为一个世间的 不学佛 或者不去研究宗教 去实践宗教的人 你也应该去思考这些东西 你真正当然有信仰的人 有信仰佛教的人 你更应该去努力 学习 思考 闻思修 缺一不可 而且闻思是在前面 修是在后面 它是有次第的 你又不闻又不思 就在那里一上来就念 也不知道该怎么念 有这么容易吗 你没那么好的根气 不是前面你把闻思的过程度 已经完成了 来修的 所以你还得去什么 回过头来 把前面的功课得做足了 得恶补啊 补课啊 恶补 知道吗 狠狠地补 我们太虚了 所以就需要补 什么时候把这些补足了 你才能什么 积淀这个力量 进一步往上去攀登 下面说实话 就是给你什么 打好这些平台 打好这个台阶 打好下一个台阶 才能上到上一个台阶 上一个台阶又打稳了 又继续往上搭一个台阶 一步一步往上攀登 学习就是这样子的 到最后来说 真到净土了 这个台阶都不需要 对于你来不需要了 但是对于众生呢 还是需要的 好了 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最后请大家合掌 我们来一起做个回响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自归一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能胜众 何能胜众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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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